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奇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三请诸葛亮难道是编造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作者罗冠中在书中记述了刘备三贡茅庐聘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 汉末黄金奇异爆发 天下大乱 草草把持朝廷 孙权拥兵东武 汉宗是玉中墓刘备在谋士叙述和司马辉的推荐下 何关羽张飞一起到龙中 现今湖北襄阳县沃龙岛去请诸葛亮出山 第一次去时 恰巧诸葛亮外出 刘备只得失望的转回去 不久 刘备又何关羽 张飞冒着大风雪第二次去请 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 张飞本不愿意再来 见诸葛亮不在家 就催着要回去 刘备只得留下一封信 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 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难局面的意思 过了一些时候 刘备准备再去请诸葛亮 关羽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一个虚名 未必有真才实学 不用去了 张飞却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 辱他不来 就用绳子把他捆来 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 又和他俩第三次防诸葛亮 到时诸葛亮正在睡觉 刘备不敢惊动他 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 才彼此坐下谈话 诸葛亮于是提出了对刘备的发展 有战略意义的龙中队 诸葛亮出山后 为蜀国的建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三国演义把刘备三次亲自 敦请诸葛亮的这件事情 叫做三贡茅庐 三贡茅庐是三国中的一段佳话 历来为人传送 但也有人对三贡茅庐的真实性 提出怀疑 他们认为真实的历史 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 据考证 三国制之外的史料 再没有三贡茅庐的记载 而且纵览整个三国史料 以及相关历史人物 竟无一人提到刘备 三贡于诸葛亮 这个在后世 尊之为李贤下世的典范之事迹 在三国时代竟无人提起 真是无法想象 与之相对的是 有些史料对刘备和诸葛亮 见面的相关记载 与三国制的记载大相径庭 根据魏月和九州春秋的记载 刘备来到荆州后 屯兵于樊城 建安十二年 曹操平定了北方 诸葛亮料定其下一个攻击目标 必是荆州 而刘表姓缓 不小军事 于是北行建备 刘备与诸葛亮初次相见 又见诸葛亮年龄不大 于是对其并不是特别在意 只当作一般是人接代 以其年少 以诸生意代致 刘备和大家谈完之后 诸葛亮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随即离开 而是留了下来 刘备对他并不在意 而是编起草鞋来 诸葛亮便说 将军的雄心壮志 难道就是编草鞋吗 刘备知道诸葛亮有话要说 于是就说 你这是什么话 我不过聊也忘忧罢了 诸葛亮接着说 将军度量一下 刘震南至刘表和曹公相比怎么样 刘备说比不上 诸葛亮又问 将军自己呢 刘备说也比不上 诸葛亮说都比不上 难道就等着人家来宰哥吗 刘备说我也发愁 那你说怎么办 诸葛亮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让刘备建议刘表鼓励游民自力更生 并登记再册 这样就可以增加荆州的实力了 经过这一番谈话 最后刘备才已上课理之 习近司马彪九州春秋也做过相同的记载 先抛开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是否属实 若刘备真的曾经三共茅庐 从常理分析 诸葛亮是位胸有鸿途之士 刘备请他出山 正合起义 他摆摆架子 考察一下刘备的诚心当然也有可能 但是让人不懂的是 当时曹操几十万难争大军正威胁着刘备 诸葛亮的龙中队 不提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非常不合乎情理 同时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 诸葛亮的龙中队 从当时微如雷软的形势来看要高度保密 刘备怎会让人现场做好记录 而让天下尽致 与之相比较的是 国家初见曹操时对天下大事的分析 后人一字不知 只有曹操感叹 能使我安天下者 必此人 看来所谓龙中队 很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而杜撰的 据此三共茅庐之说就不可信了 那么陈寿在写三国治时 为什么会写刘备三公茅庐呢 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很明白 陈本不宜 公庚于南洋 狗拳性命于乱世 不求文达于诸侯 先帝不宜臣卑鄙 为自往驱 三公臣于草庐之中 资陈以当事之事 由是感激 遂许先帝已驱持 也就是刘备亲自到龙中找过诸葛亮 而且去了多次 这也是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的直接原因 从诸葛亮出山到上表 不过21年 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 诸葛亮凭空捏造一个三公茅庐的故事 无论从诸葛亮的为人看 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 恐怕都不可能 于是陈寿记载刘备曾三公茅庐 后来陈寿在他的上诸葛亮几表中 也做了很清楚的描述 陈寿说 左将军刘备已亮有书亮 乃三公亮于草庐之中 亮身未被雄姿劫出 虽解代写成 后相接纳 这就把前因后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还有人认为 三国制位列九州春秋的记载并不冲突 这部分学者认为 三公茅庐与诸葛亮的自情相见 都是真是可信的 如清代学者洪一轩在诸实考议中说 诸葛亮初见刘备于凡城 刘备虽以上可待之 但没有特别器重他 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 等到徐术举荐时 刘备才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 只好亲自出马 三公茅庐 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 正因为有前面的那个曲折 这才需要亲自出马 也才需要三公而不是一公 不管是诸葛亮自见于刘备 还是刘备三顾诸葛亮与草庐之中 或是诸葛亮先自见于刘备 刘备在三顾诸葛亮与草庐之中 诸葛亮终因为刘备的礼贤下士 而出山辅佐刘备 为刘备出谋划策 整肃军队 在蜀汉的建立过程中 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密室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密室下方点赞 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